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20日 已經是 星期三了 跟大家跟進本港樓市的問題 市建局有首字項目 叫做換言二居 第三座 意義是司買的意義 首日的銷售不太行 因為他們 挑選了60個黃腰選樓的申請者 但是有七成人放飛機 只有19人出席 出席率只有32% 首日出席選樓的19個 全部都有簽約 其實能夠到的 也是預了買樓的 不去的就是放棄 我們都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香港 是不是居住的問題很嚴重呢 是 但是香港最大的問題 就是要投資 如果你告訴他那層樓 是不能升值的話 他是很大機會不買的 這個情況 澳本就發生過了 我們很多年前 提出 因為當時 樓產的很瘋狂 很多人說上不了車 其實上車 是為了什麼 除了為了住之外 當然 另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增值 希望透過樓宇增值 自己可以 早一點 財務自由 又或者 希望享受樓宇升值的順風車 當然不排除有很多人 住劏房那些很辛苦 我們也知道 例如基層家庭 六七千元租 一個百多呎的單位 一家三口四口住在那裏 實際上 是真是很祭壁 很辛苦 他們如果申請公屋 有可能要等十年八年才能上樓 這批人其實是政府最需要幫助的 反而有錢買樓的 政府會想到很多居屋 甲屋等等 這些如果一旦 樓市不升值 居屋甲屋 這些資助購買的房屋 通常都是會 大量的人撻訂 不出席 好像這次一樣 當然他們做新聞不能夠寫得那麼負面 他們說 所有出席柬樓的朋友 全部都有簽約 所以柬樓比例是100% 當然是這麼寫 但是脫底率是有68% 市建局表示 銷售當日安排比較少的合資格申請者柬樓 其實是想給他們多點時間考慮 當然是 市建局接下來就會安排 多些人申請 未來幾天 獲邀柬樓申請人數 數量會增加 然後 第一天賣出19個單位 分別是14個一房 當中13個單位是來自單身的申請者 兩房單位和三房單位都有 住在九龍區的買家認為 項目比C樓有少少節約 價錢合理 加上交通方便 所以就跟家人買入三房單位 他認為本港樓市有喜有樂 買入單位作自住用途 樓市走勢不會影響入市異獄 這些人 實際上是一個 很高品格的人 為甚麼呢 正所謂人到無求貧至高 當你不介意錢不介意損失的時候 那個人的 品格很高 但是 就未必個個有那麼高的品格 因為 很多人當樓市下跌的時候 會選擇退訂 踏訂 走路 類似的東西 希望他就不是屬於走路那一隻 或者踏訂 這次換言二居地三藏 實際上 在紅磡的重建項目 這個項目 實際上就是碼頭圍道 和春田街的發展項目 那麼 大家知道春田街在哪裏嗎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碼頭圍道 45J 我想很多人都記得 記憶猶新 因為在2010年 發生了塌樓事件 J 當時這幢樓是放在市場賣的 是放在3千多萬 我當時也有跟拍檔去看過 不過最終樓齡太舊了 成60年樓 當時也成60年樓 3千多萬 我們算數就算不了 算不了 以及住宅契 比較難 比較難脫手 最終就沒有買到 當然買了就是糟糕了 幸好沒有買到 當時的業主真是慘 這個項目有十多人的堂樓 建了換言意居的 第1和第2座 其實那兩座都已經入了火了 這次第3座 是在學園街的2號 學園街在旁邊 背部就是春田街 前面是碼頭圍道 旁邊的黃雲街就叫做學園街 旁邊 其實就是這個紅磡 廣場 應該是紅磡商業大廈 還是紅磡廣場 那裏就是一個死場 商場 沒甚麼人走 我曾經也有朋友在開過商店 生意很安靜 學園街 大家也知道是工廠區 附近也有很多工廠在搞的 這座東西 前面那兩座 這座後面那座 會比較強 如果他建立後 後前座應該會比較強 說回這個緩言意據 這個是市建局項目 雖然是首字盤 但是通常都會有折扣 實際上這個項目 去年9月底 是以時間的七八節推出 市建局表示 隨著過去 這個幾個月樓市下滑 現在單位售價不變 實際上的折扣率就只剩下8、7折 即是之前有七、八折 現在跌了某個市場 業主日後有需要在市場轉售的時候 需要繳付差價 將會由市價的22%減少到13% 即是說 現在 你跟市建局賣有折扣 你每天賣出去 也要有折扣 要補給政府 因為 等於 你用這個 87%的價格去賣 你收回的樓價 如果賣得出去 也是會取回87% 現在這種新型的方式 其實政府我覺得他的折扣率會比較高 因為當初市建局買樓的時候 是給了62%的折扣 變成市民容易上車 如果你真的想幫人上車 你給折扣不要賺那麼多 你竟然想幫人上車 你為甚麼不可以五折呢 要不要再低一點呢 當然他們賣出來也要五折 市價 即是說 他以低的價錢 或者有很大的折扣價錢來賣這個物業 所以他住的誘因就變大了 因為你賣出去 升值也不是升值得那麼多 就好像買窩倫 你買一隻 應該是說牛熊證 窩倫不是那麼算的 你買2萬對1和1萬對1 你的賠率差很遠 等於賠少一點和賠多一點的問題 我們分析樓市 很多人都說 現在大陽春 其實沒有大陸也沒有 大陸也沒有 大陸也很期待 小陽春有沒有 小陽春是個別的盤油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 剛剛過去這個週末 週六 週日 賣了一些新樓 但是 黃新興的泰豐賣不出 賣不完 不要說賣不完 主要的號召力不夠 發展商的號召力不夠 那裏實際上 你說地方是怎樣的 其實也不差 他走過的就是 牛頭角站 你說他是不是很可笑 一點也不可笑的位置也不錯 近地鐵站 所以 他是有這個條件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市貨不行 發展商 亦都給不到人家很大的信心 第一次搞項目 收了十幾年樓 反而惠德峰 截他的戶 推單位出來 搶 一炮清 然後再加推 實際上 就吃了他的購買力 現在我們 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發展商一定會 部署 每個人都在欠市場的錢 因為現在 很明顯 越來越少資金的市場 發展商一定會不斷的劈價爭 剛剛街令買的也是一個貨備來的 其實有幾十個單位的貨備 現在也減價 減到20%多 遲些 這些貨備單位是不斷的劈價的 現在平均我們看到市區大約是14000至15000左右 即是劈出來賣 估計 下一轉 他們如果再賣的時候 一定會低回 我想要低個13000才賣得到 因為不然 市場根本無法消化那麼多的貨備 好了 二手樓方面 有網友向我們反映 他們說 看樓的人多了 看樓的人多了 但是 還價的人好像少了 當然啦 價錢如果你不肯減的 人家自然不還價 或者你開的價錢 開得硬 那些人照看 看完之後 你又沒有了到 價錢人不肯減的 就不還價了 因為可能差得遠了 免得還 也是那句話 如果你真的想賣樓 你就比市價低一點 因為 這些情況 你不要想著可以高於市價賣 其實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夠低於市場價少少賣出去 那你就容易脫手 否則 因為你知道 賣樓不是現在決定的 兩個月 三個月 可能成交兩個月 兩個月之後 想到後悔 撤訂怎麼辦呢 可能你賺了一成訂金 好 殺你十萬 殺你幾十萬 問題就是 可能的樓價跌幅是大於那個 幾十萬 那你到時就偷雞不到市場米 所以 也是奉勸大家 總之 盡量你們 真的想賣樓的 你們比市價低一點 給幾個%折扣 是不是 再不是家勇 叫一些催谷經紀 不過現在家勇的方式 隨著市跌 當然效率會越來越低 不是我不敢說 100%一定可以 但是效率會低 因為始終市跌 經紀 任你 會飛也沒有用 外面的客人也不肯 不進取 也開始 心態很弱 當然有經紀幫忙 一定會好一點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這位我們要搞定 我們要搞定 有雙元 別人 有雙人 我可以έλ 我們可以打開 我 我連動